大家好,这两天不断有朋友给我留言呢,说咱们能不能讨论一下发生在山东的乳母杀人案 就是由于侮辱母亲而引发的杀人案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这个事情在国内的舆论它热度到了一个引爆点,非常的热 我觉得不亚于去年的雷洋案 那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朋友不知道,那咱们还是简单回顾一下它的过程 是3月23号星期四,那这个事情由南方周末首先报道出来 然后在互联网上传播,变得热度非常高 简单的说,这事的过程是起自于去年 是山东辽城,有一个叫苏银霞的女企业家,由于借了高利贷还不上 然后受到了以黑社会为背景的追债公司的逼迫 去年4月14号的时候啊,这个黑社会的追债公司的人员 就把苏银霞和他儿子余欢扣押在公司的接待室 然后采用了一些极端的手法,恐吓、辱骂、殴打 甚至用非常下流的手段来侮辱苏银霞 而当时他的儿子余欢就在旁边 就是说在儿子在场的情况下 这些黑社会人员就用非常下流的手段去侮辱他母亲 在这期间公司员工报了警 但是警察来了以后就说了一句,说要账可以,但不能打人就走了 警察前脚走,余欢就跟着想往外冲 但是被要账的人员给拦住了 然后余欢就抄起接待室桌子上的一把水果刀 一阵乱捅就捅伤了四个追债人员 那么后来一个人伤重不治死亡了 这个事发生在去年四月份,今年二月份 就是苏银霞的儿子余欢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 再然后就是经过媒体曝光,舆论大华 那么咱们上个星期四的时候 正好录了一集视频,说到中国的收容中心里面 就是所谓的收容救助中心里面的大量流浪人员死亡 当时我说在中国发生的任何一起灾难 它背后都有腐败 这已经不是一个推论而形成了一个常识了 当我读南方周末所报道的这个乳母杀人案的时候 我的第一印象蹦出来的也是警察和黑社会有勾结 这个黑社会背景的催胀公司的人员 很可能是受到警察保护的 因为当时警察来了,说了一句话就走了 他根本就没有把现场人员带回警局去做调查 而现场的那个气氛是任何一个人一看就都知道是相当不安全的 是马上就会起冲突的 是会有人受到伤害的 我现在说受伤害主要还是说苏银霞母子受伤害 在那个场合下还不一定指的是那些催胀的黑社会人员受伤害 而当警察要离开的时候 苏银霞和他儿子余欢都想跟着离开脱离那个危险的环境 但是被催胀的人员堵在门口拦住了 不让他们离开 也就是说这些黑社会人员在警察的眼皮子底下限制其他人的人身自由 而警察视而不见 而且苏银霞公司的员工还说警察开车离开前呢 他是拦住了警车 说警察你如果走的话 这娘俩就死定了 然后警察就找了一些话来推脱 这个完全不符合警察一般的操作守则 就说警察在碰到现场有冲突的情况 你确实是需要时间才能够去调查这些冲突人员具体 各自承担什么责任 这个是需要时间 但是你第一要做的是排除产生冲突的环境 而警察完全没有这么做 这显示有高度嫌疑 就是警察和黑社会人员之间是有默契的 今天早上我录这个视频之前 我看新闻 有说当地的公安局在调查 是不是存在着警察的不作为 是不是涉及到警察也参与到放高利贷 以及涉黑的问题 最高检察院也说要介入复审 那么这个事情就是余欢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个结果有没有可能改判呢 那我想比起杀死城管的夏俊峰 杀死强拆村支书的贾金龙 比起这些人来说 余欢这个案子改判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不是因为依法治国进步了 而是因为他所杀死的是黑社会人员 不是体制内人员 不是村支书或者城管 而当地警察的所谓自查 能有多大的成果 其实我很怀疑 他们最终可能会以不作为 或者说是别的原因开除一两个警察 或者给予处分 最后通过这个案子 假如真的达到了改判 那么媒体们一致宣传 司法开明 依法治国又进步了 这可能会是一个发展的方向 以抵消去年雷洋案 那四个涉案警察不予起诉 所带来的舆论损失 不管怎么说吧 余欢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个不合理的判决结果已经摆在那里了 没有全国网民的声讨 连重新调查的机会都没有 这些司法机构看来呢 他们还是没有办法自己运行 就能够扮演好 自己应该扮演好的角色 全国有15亿人 每天都会产生无数的案件 试问又有几个案子 能受到这样的关注呢 从夏俊峰案到聂树斌案 聂树斌案已经真相大来很久了 却迟迟得不到昭雪 直到去年才正式平反嘛 再到甲敬龙案 到雷阳案 到今天的余欢案 这个如母杀人案 这些案件让我们看到在中国 冤案是多么容易被制造出来 而纠正他们却是如何的困难 而且我们还要知道啊 这些案件你甚至说不上是最恶劣的 他们之所以能够被传播 能够形成舆论的压力 是因为他们不涉及所谓的敏感内容 所以在舆论的预热阶段没有被扑灭 它才能够形成声势 而另外有许多案件 比如维权立施 涉及到某些信仰团体和所谓的异议人士 那么这些人所受到的非人对待 更加恶劣 更加令人发指 却得不到传播 那么这个话呢 不是我说的 是胡平先生说的 我深以为然 所以今天我们讨论的很多案件 大家觉得很热血沸腾 其实在中国那个环境中 这些案件还说不上是最恶劣的 那么现在关于这个 如母杀人案的一些事实细节 又出现了一些反复 又出现了一些争论 就如当初的雷扬案一样 那今天呢 我不想讨论这些细节 我想从这个案件出发呀 提出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不是我提出来的 是济南市公安局提出来的 济南市公安局 在3月25号星期六那天 发了个微博 他是说感情是感情 法律归法律 这才是正道 是因为这个催债人员 用极度下流的方式 侮辱余欢的母亲 而余欢就在旁边 这是造成直接杀人的原因嘛 所以济南市公安局 他的这个微博所说的意思呢 就是说 网友们不要因为余欢 受到了极度的侮辱而感到愤怒 就觉得他杀人是情有可原的了 基于他的这条微博啊 我想提出的问题是 假如常识和法律发生了冲突 请问您以哪一个为准 因为今天有这个 如母杀人案摆在这里嘛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想一想 可是如果我很抽象的 把这个问题拿出来问你 那可能答案就会比较不一样 其实我也曾经确实拿这个问题 问过一些在海外的大陆移民 你还别说啊 有超过一半的人说 常识和法律发生冲突 那应该以法律为准嘛 因为我们要服从法律的权威 要依法治国嘛 对不对 还有一些人说啊 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比较模棱两可 但是我要说呢 这些回答都是不对的 当法律和常识发生冲突的时候 以常识为准 这里没有模棱两可的空间 在认知上 在是非选择上 要以常识为准 当然法律它有强制力 你没有办法当下就立刻去否认它 推翻它 但是在是非选择上 以常识为准 法律可以变 常识不能变 只有法律依据常识来修改 而没办法让常识依据法律来修改 当然这个话我说的很斩钉截铁啊 可能有的朋友会不服气 你说以谁为准就以谁为准了吗 你凭什么呀 你以为你是谁呀 那这里就涉及到一个自然法的概念 所谓自然法 它是一切成文法之母 在人类整个法律体系的大厦里面 自然法是第一块基石 当然这个学术概念呢 咱们不用去纠缠它 我也不想拽这些大词啊 什么叫自然法 说的简单一点 它就是人类常识的集合 不是所有的常识 是与正义这个概念有关的 常识的集合 比如说有人偷了我的东西 那我天然就有权利惩罚这个小偷 但是在文明社会我不能用私行 对不对 所以我要报官 我把这个行使惩罚的权利 相当于是委托给了一个公权力机构去实施 由他来伸张正义 就是政府 但是如果这个公权力机构 它不主实公道 不惩罚小偷 那么天然的这个惩罚贼的权利 就回到了我手中 我就可以自己动手来惩罚这个小偷 这个过程它就叫做正义 它是出自于人类最基本的理性 以及对什么叫做公平公正的一个最朴素的直觉 再比如说政府是民选的 民选的 那它就是通过选举这个活动 接受了民众的委托来管理公共事务 可是政府要是把权力归为己有来伤害人民 那么它相当于就是主动废除了这个委托的契约 那就不存在这个委托关系了 那民众天然的就有权利拿起武器来推翻政府 这就叫自然法权利 你说在这种情况下 那政府肯定说民众暴动是违法 对不对 这破坏社会秩序 但是你说民众暴动违法和民众的自然法权利 哪一个大 当然是它的自然法权利大 因为这是基于常识 所以美国宪法的第二修正案规定 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受侵犯 这就是重申人民的自然法权利 那咱们回到中国 说这个去年发生的贾金龙案 贾金龙结婚的婚房被村干部带人强拆了 贾金龙上访两年四处去求告 得不到帮助 得不到处理 这个时候公权力部门 你相当于是接受民众委托去管理公共事务的这个部门 不给他公道 那他就只有自己去讨回公道 这就是他的自然法权利 当然不是说杀人是唯一合理的选择 而是说你不能否认他有这个权利 那有的朋友可能也会说啊 你说什么自然法这个概念 这个词听起来太新鲜 这是西方人的概念 咱们中国人不讲这个 谁说中国人不讲这个 你不给我个说法 我就自己讨个说法 这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叫做天经地义 什么叫天经地义 就是天地都认可 这就叫自然法 因为大家都是人嘛 人性都一样 人的基本理性都一样 对正义的基本理解都是一样的 早几年啊 在2009年的时候 加拿大发生了一起很轰动的案子 就是多伦多唐人街 有一个开超市的福建移民叫陈旺 有一天他发现有小偷在他店里偷东西 这小偷偷了东西以后走了 他当时没有抓住 结果后来这个贼又回到店里 想再次行窃 这个时候陈旺就和他店里的工人 一起把这个小偷捉住了 把他捆起来 塞到货车后面的车厢里面 然后再报警 让警察来 结果警察来了以后 二话不说 先把陈旺给抓起来了 先把这个店主给抓起来了 他说你怎么把人捆起来 塞到车后面呢 你这是非法拘禁 就先把他给扣下来了 结果这个事情经过媒体曝光以后 也是舆论大话 因为这不符合常识啊 我抓贼 你说让我报警 等我报警你来了 贼早就跑了 那怎么办呢 我要保护我自己的财产嘛 所以我当然要先把贼给抓起来 然后再报警 怎么我保护自己的财产反而有错了 反而把我抓起来了 这个事是不合常识 这个事后来导致了加拿大刑法的修改 扩大了公民逮捕权 加拿大总理哈珀呢 也去了陈茂的店里对他表达支持 总理哈珀当时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刻 他说健康的法律必须向常识低头 其实这也是一个常识了 那么绕了一大圈 我们又回到山东的这个乳母杀人案的话题上 济南公安局的那条微博说 感情归感情 法律归法律 这才是正道 我说你说错了 这不是正道 当你所说的感情涉及到一个常识问题的时候 法律必须向常识低头 这个黑社会人员当着余欢的面 用极其下流的方式侮辱他母亲 实际上是给余欢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精神伤害 而警察来了又不作为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避免这种极度伤害再次发生 余欢采取反抗手段 我认为完全可以理解为正当防卫 就像一个人受到攻击已经负伤了 在那样的环境下 他为了避免这种伤害再度出现 他采取攻击的措施 可以理解为正当防卫 如果在这一点上还有争论的话 那么没有争论的一点是 余欢当时是处在一个非常有压力的环境下 高度压力的环境下 所以他有应急性的精神状态 他采取了激烈的措施 从常情常理出发 即使是在现有的法律条文出发 也是可以酌情轻判的 这一点应该是没问题 肯定不至于判无期徒刑 不管这个案情今后的讨论发展成什么样 那我今天想说的一句话就是 当常识和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 请记住 是应该法律向常识低头 而不是常识向法律低头 那么今天咱们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